木飞驰挑挑眉 傲娇的男人压下头 俊脸凑了过来 帮忙可以 宝贝先亲几个 让我满意了再说 芸汐咬着唇抬起头来 抬手在她凑过来的脸上拍了拍 亲几口就帮忙 少帅 你的矜持呢 这家伙还真的是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 要怎么聊她 聊她 再聊她 我在自己的女人面前 要什么矜持 见她处着不动 某人又凑前几分 宝贝 于是不后 芸汐哭笑不得地看着眼前 一脸期待的男人 捧着她的脸 把鸡使劲地亲了几口 好了 亲完了 明明占了大便宜 傲娇的男人 还是一脸委屈地控诉她 哼 一点都不浪漫 宝贝 你这是在完成任务 而不是在亲自己的男朋友吧 那你要我怎样 在她抬起头来的时候 她突然松了扣在肩膀上的手 顺势而下 扣住了她的牵腰 压下头就吻了上来 粗不及防 灼热地吻 附在芸汐凉薄的唇上 她愣了下 很快回神过来 这一次她没有挣扎 反而任由她 肆无忌惮地吻着 浅犬缠绵了好一会儿 她这才缓缓松开 眸光深邃地看着 出神正中的模样 稍稍找回了一些优越感 偏过头 她轻咬着她的耳根 泥喃的伞音缓缓传来 带着专属于她的唇厚和魅惑 这才是情侣之间的接吻 宝贝 你的技术太差了 多学学 这会儿 芸汐整张脸 早就跟煮熟了瞎子似的 滚烫滚烫地 恨不得挖个洞 钻进去埋起来 牧师集团名下的媒体 我会通知他们的总编 一切按照你的计划来 你想闹多到 他们就能够给你闹多到 媒体就是京都的风向标 引领着整个京都的话题方向 你这一颗鱼雷砸进去 应该能够炸出不少的鱼 嗯 那我就趁机再布局 少帅 我准备动寒家了 这一次的主谋 若真的是寒红兵 那么寒家 我就不会手软 行啊 你想怎么翻云覆雨都可以 我在你身后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趁着这几天的准备时间 我先让蒋家把婚约取消了吧 不然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曝光 到时候委屈的可是你 人言可畏 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在背后 对你说三道四 即便你不在意 我也不允许 你出面 不 还是我自己处理吧 以沐飞驰强硬的手段 他肯定不会敢讲爷爷 委婉解决 他实在不想 伤了他老人家的心 这件事我来处理 没得商量 让你来 还不知道又要拖到什么时候 老子又得继续委屈下去 可是 没有可是 我会处理好 你不用担心 我知道老爷子喜欢你 所以这事 我会请我爷爷出面帮忙 让两个老爷子自己去商量 不会显得我这个晚辈 谈吐冒犯 穆爷爷 允许想起那次去穆家 穆老爷子慈爱的笑容 父慈子孝 交合安宁 这才是百年名门 该有的气度和风范 嗯 所以你不用担心 会有什么问题 好好去准备 你要做的事情就好 哦 我知道了 学校那边 我给你请了教 你这几天先住木工馆 等额头上的伤好些了 再去上课 嗯 知道了 顾白凡还在上上吗 我有事找他 好 舅的颗壇 这还没了 还没了 糊子 哦 这